郭忠祐 郭忠祐 早上师伯有事耽搁了 被让婉青自己来参加典礼 司机说他们往这个方向开了 这个节骨眼上 谁会对木家下手 对师伯的车下手 说明原本的目标 应该是师伯 司令 说 码头管事说 三号博位上有一辆车冲出了码头 可能是沐家的车 走 快看这里 车这里无照 没有上车的运气 说明司机从偏离路线 到落水的这段距离 根本没有打方向和踩沙车 如果车里有两个人 急速右转的时候 人会偏移着车厢左面 那么车落水的时候 肯定是测轻的 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他不在车上 他不在车上 快去散户 站住 站住 自己人 谭家军就没有你们这么邋遢的兵 谭家军就没有你 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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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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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瑶哥 郭瑶 郭瑶 四年 太子 快 走医院 快 救人 快 郭瑶 快 快 医生 怎么样 他手剑过毒 打0.5号身镇定机 好 医生 他重大了 你帮我看看 怎么样医生 快把医器推过来 谭孙 现在去马头 把那几个歹徒的尸体 给我看好了 那黑衣里面穿的是 民团的制服 被人发现可就麻烦了 好的 女士没有大碍 刚才给他吸了氧 应该一会儿就能清醒过来 但是这位长官的情况 就比较严重了 子弹击中了肺部 失血过多 血压降得很快 他可是徐都军的公子 徐都军的公子 这样 司令你先回去 这件事你假装不知道 万一徐都办有事 徐都军怪自己下来 你也好开拓 如果徐都办没事的话 你再过来看他 老吴 人命关天的事 你别给我动白心思 没有壁性血浆了 我要赶紧组织人献血 我是壁性血 抽我的 你别给我 我来 司令 是我们失职 上次庆功宴后 我们一直听从您的命令 暗中保护木小姐 可还是被凶手钻了空子 您责罚我们吧 这是突发情况 您们也不用过于自责 但是以后 要多派些人手 加强戒备 暗中保护木小姐 有任何事情 第一时间 先战后走 是 是 去吧 上次就是这个 这个病人 你怎么来了 谢谢你啊 一直派人保护我 这不是应该的吗 你可是我的财神员 你也不用他担心 他不会有事的 要不你还是自己来吧 把脸擦擦 你也不希望他醒来 看到你这个样子 光耀哥是为救我而受伤的 要是徐都军怪罪起来 我来担 我不想牵连你 傻瓜 谁会怕你牵连啊 别看了 又不是第一天这么帅 赶紧把脸擦擦 难看死了 你笑什么 还是这么说话比较像你 你们俩在这儿守着 我出去一下 喂 四伯爷 你干吗去 这徐光耀 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现在打电话给徐伯军 他们能见到最后一面 等等 刚才签字的事儿 还不知道怎么收场呢 你现在又把徐伯军叫来 万一他又跟三缠两短呢 到时候我们可真圆不了场啊 老妩 这个时候我们要再想着自宝 让他们见不到最后一面 那是缺德 你现在又把徐伯军叫来 你 毒君 灵狼的手术很成功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你这个字签得好 我要谢谢你 谢谢你保住了光耀的性命 你没有食言 毒君不必客气 光耀兄为人捆吼 是个正直的人 我呢虽然是个粗人 但是就是看人的眼光比较准 有他在我放心 我这个儿子正好 和谭司令相反 满肚子墨水 就是不会看人 司令 老夫他们被徐伯军带走了 谭司令 我听说绑架穆小姐的 是你民团的士兵 为了避免你包庇之险 还是交友寻步防处之为好 杜鹃 您这是 过何拆巧啊 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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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鹃